英国新任首相斯塔莫 觐见国王之后 当地时间5号下午 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 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 我的政府将你服务 政策的方法 我们将会认为 我们将会认为 我们改变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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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将会认为 我们将会认为 国首次之一 国首次之一 我请大家 加入这政府的服务 在这种目标的成绩 那斯塔莫稍稍前是在 The 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汉宫觐见国王查尔斯三世 霍瑶筹组新政府内阁 正式接替苏纳克出任首相 斯塔莫之后前往唐宁街10号的 首相府外致辞 他首先是感谢他的前任 苏纳克称对方 最为英国的第一位亚裔首相 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为此所付出的额外奴隶 任何人都不应该提估 不过现在选民为了国家做出改变 而投下决定性的一票 他承诺由他所领导的政府 会尊重每一个人 无论选民的投票取向 政府都将为国民服务